首先问田实验舱 问田实验舱是配置了与核心舱一样的航天员的生活设施 这里头就包括三个睡眠区 一个卫生区和厨房等设施 可以保证航天员的生活 它还可以与核心舱一起来支持两艘载人飞船停靠的时候 六名航天员的生活 另外还配置了一个小型的机械臂 它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跟核心舱的大机械臂来进行组合使用 来共同完成航天员的出舱 以及舱外实验设备的照料巡检等任务 另外的话呢 在问田实验舱还配置了一个航天员出舱用的气杂舱 空间站建成以后 问田实验舱的一个气杂舱 将作为航天员的主用的出舱活动的气杂舱 而这时候核心舱的节点舱用于气杂功能 只是作为备份 另外呢 问田实验舱还具备核心舱对于组合体管理控制功能的备份舱段 也就是说我们在核心舱平台的一些功能出现故障的时候 可以切换至问田实验舱来行使组合体的控制和管理的功能 孟田实验舱呢 配置了一个货物气杂舱和一个舱外的可展开的实验平台 今后呢 需要在舱外安装的科学实验的设备 可以通过货运飞船运送到空间站 再从通过这个货物气杂舱 把载荷送到舱外 由机械臂或者航天员 把它安装到舱外的平台上 这样呢 可以实现整个舱外实验项目的不断的更新 问田实验舱已经在天津 完成了整舱的集成 总装测试和大型实验 整装待发 而孟田实验舱目前也是已在天津 完成了相应的集成总装和实验工作 正在开展地面测试 后续还将完成整舱的热实验 回归测试等实验工作 正按计划在推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